沈优寒现在是一家之主 是无需听任何人的反对意见 不过既然海伯正儿八经地找上门来说道 他不妨听听海伯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 海伯 有什么话尽管直说 奶奶 你现在有作坊 有田地 眼前不缺 日子泼过的 那奶奶何苦还要与人成亲 奶奶也要为小少爷想想 小少爷现在是家里的小主子 也是跟着奶奶嫁到别人家里 那算怎么回事 难道要入别人家的宗谱 继承别人家的香火吗 可 可是小少爷 他毕竟不是欧阳大夫亲生的呀 我 哎 我也不是说欧阳大夫不会对小少爷好 欧阳大夫的为人我们都知道 可是 这欧阳府还有别人 他们会看不起小少爷的 还有外面的人 小少爷名不正 言不顺呀 以后欧阳大夫和奶奶还有亲生的孩子 到时候小少爷会是什么地位 奶奶 您瞧瞧正事 如今带着小婉和二妮 不是过得好好的 这都是多亏奶奶的照夫 奶奶您有本事 让他们孤儿寡母过得很好 您也能让小少爷过得很好 况且小少爷是男孩子 以后长大了 顶门立护 您既然有了名 也能向儿孙福 您 您何苦要再嫁呢 海伯看来是早就准备好了说辞 一开口就噼里啪啦地说了一大堆话 水优寒听得直皱眉头 海伯这是什么意思 说他有钱财能养儿子 不应该再嫁 怕他再嫁以后 齐儿会受委屈 觉得齐儿不是欧阳亲生的 不应该见欧阳家的家谱 这个海伯想得够远的 他自己还没有想到家谱的事情 说来说去 海伯就是不想让他再嫁 让他带着孩子 好好地守节过日子 水优寒放下手中的茶杯 说道 海伯 我知道你是关心我们母子 不过诚如你自己说的 在这件事情上 还真轮不到海伯你来说话 是 我知道是我越举了 仗着奶奶仁慈 顾念旧情 给我脸面 我才说了这番话 不过奶奶 您想想我的话在不在里 求奶奶您为了小少爷 再考虑考虑 本来这些事 我不需对谁交代 不过既然海伯没有把我当外人 巴巴地过来说 我也和海伯说几句真心话 这一世上 对齐儿的事最上心的是我 我不会让任何人欺负他 看清他 这方面 我已经做了安排 欧阳已经承诺 会带齐儿跟亲生儿子一样 我在家 不仅不会委屈齐儿 还能让他以后有父亲的疼爱 海伯 你也该知道 养恩 大于亲恩 齐儿入不入欧阳家的宗谱 我现在还没有想好 不过既然欧阳 是以后要和我一起养育他的人 就是他继续欧阳家的香火 那也是合情合理 据我所知 也有好多人家 有养子 甚至义子 相处得好 比亲生儿子不差 海伯对此也说不出话来 这个时代讲究结义 义父 义兄 义子 都是很常见的 相互之间的情谊 不见得比有血缘关系的少 还有的就是女子在嫁 海伯的意思 是我能养活自己 能自己生活下去 因此就没有必要再嫁 海伯是认为 女子嫁人就是为了衣服 为了有碗饭吃 不瞒海伯你说 我不是这么想的 我和欧阳性格相投 因为有彼此在身边 才觉得生活乐趣无穷 我们是想要一辈子在一起生活 相互扶持 这和生存 家财 子嗣 或者任何东西都没有半点关系 孩子和欧阳 我一个都不能少 海伯明显被水优寒大胆的言论给震住了 半天没说出话来 水优寒也没有想到 自己被海伯一气 连在欧阳面前都没有说过的话 竟然一股脑的全都说了出来 好 说得好 门外有人鼓掌 随着话音 欧阳从门外走了进来 水优寒没想到 自己这一番言辞 竟被欧阳听了去 一时有些害羞 海伯这时也回过神来 看着欧阳和水优寒两个人 眼中只有彼此 他叹了一口气 哎 奶奶 就当我什么都没说吧 我回作坊去了 小红 你送送海伯 欧阳对小红吩咐道 小红答应了一声 送海伯出去 屋中 只剩下水优寒和欧阳两个人 按照习俗 男女订婚后就要回避 不过欧阳和水优寒没管这些 不说别的 两人有共同的生意 总是要碰头商议 决定事情 欧阳每天到水优寒这个院子来 已经成了习惯 水优寒自然也没有那个回避的意识 所以婚期决定以后 两个人在一起的时间反而更多了 毕竟水优寒以后 要搬到欧阳那边去住 很多事情都要商量 院子里的人也都乖觉 每次欧阳来 大家都自觉的不来打扰 就是真的有什么事情 都是奶娘出面来找水优寒 总之 就是有欧阳在时 没有水优寒召唤 谁都不会进来打扰 水优寒知道 这是奶娘被地里关照过的缘故 她也就默许了 水优寒因为自己的话被欧阳听到了 有些囧 便低了头 她等了半天 没听到欧阳说话 抬眼一看 欧阳正笑咪咪的看着她 大哥 你怎么听起墙角来了 谁又还称怪的 我可不是故意的 我一过来 就听说海伯来找你 我想 这也没有什么可避讳的 就想进来看看 没想到我一走到门口 就听见海伯要你为齐儿考虑 不要嫁给我 我正奇怪 她怎么会这样想 你就开始说话 你的话 我越听越爱听 怕走进来打断了 因此等你说完 我才进来 这么说来 你到占领了 不敢不敢 小韩 我错了 你就原谅我吧 欧阳做事 要给水优寒道歉 水优寒被他逗笑了 小韩 你方才说得太好了 我果然没有看错你 欧阳注视水优寒 眼神忧深 大哥 我说的那些话 有没有吓到你 你不会说我不知羞吧 那些话我很爱听 小韩 能娶到你是我这辈子最大的幸运 能遇到你 也是我最大的幸运 水优寒心里想着 两人一时 都痴痴地望着对方 小韩 海伯的话 你不用放在心上 我绝对不会丝毫亏待齐儿 我府里的人 小韩你也都知道 他们没有人敢对邪儿不好 若真有不长眼的敢欺负 怠慢齐儿 我第一个不容他 是我府里的 就赶出去 若是外面的人 我也绝不会善罢甘休 等你过了门 你若同意 便把齐儿写到棕谱上去 作为我的长子 以后欧阳的家业 有他的一份 若你有别的想法 不让他改姓 也由得你 嗯 这个我要想想 说起来 水悠还没有想过 嫁给欧阳以后 还要齐儿改姓的事 随母姓 有什么不好 若齐儿长大后 平平凡凡 水悠还有一份 富足的家业给他 若是他有天分 而且有那份心理 那么就自己开宗立派 到那时候 姓什么 父母是谁 又有谁会深究呢 言论 总是掌落在当权者手里 到时候 还不是想怎么说 就怎么说 大哥 我让你打听的事 可打听到了 嗯 我来就是要和你说这件事 我派人去了老宅那边 让他们在镇上 还有王家村打听 王家年初 确实派了一个新管事过来 先是掌管了铺子 后来庄子上的事 也都归他管了 大家都说 这个近来的管事很贪权 前阵子 王家的祖宅休憩 海伯就到村里借住 后来海伯和那新管事 吵了一架 具体情况没有人清楚 在那之后没几天 海伯就扛了行李 自己走了 也没跟人说去了哪里 根据日子算 就是来了你这里 这么说 海伯说的都是真的了 小韩 你不让海伯在这宅子里做事 反而让他去了作坊里 可是 对他有什么怀疑 海伯是好人 以前对我们也不错 我还真不忍心去怀疑他 不过大哥 你觉得海伯会不会知道 齐儿的身世 应该不会 当时事情做的机密 他只当齐儿是我捡来的 你那时的情况 海伯认为 你是觉得以后没有机会有子嗣 因此把他当作亲生儿子来养 以便将来有个依靠 况且 如果换作任何一个女人 在你那种境地下 有了儿子 还不得马上通知侯府 母凭子贵 马上就能翻盘 以后母子俩享受荣华富贵 没有人会像你这样 反而把事情满得风雨不透 更是打算自己抚养孩子长大 那大哥 那个人小的时候 海伯在他跟前伺候过 大哥 海伯会不会对齐儿的长相 有所怀疑 那人我没有见过 不好说 不过依我看 齐儿长得像你 你的额头 鼻子 还有嘴巴 和你的一模一样 还有 你们两个笑起来 最像 水优寒又担心道 那海伯会不会看出 齐儿是我生的 竟然怀疑齐儿的身世 只是怀疑罢了 他又不能确定 况且 民间的说法 小孩子是谁养大的 就像谁 齐儿像你也说得过去 还有 齐儿还这么小 得长期和你们在一起 还要用心观察 才能看得出你们相像 大哥我知道 你瞧得最是用心 欧阳只是笑 并不回答 我不忍心去怀疑海伯 一个孤单的老人 喜欢孩子也是人之常情 海伯也喜欢小婉和二妮 不过我觉得 他对齐儿不太一样 重男轻女吗 是不是老人都这样 总之 我觉得不太舒服 因此才让他去了作坊 大哥 你觉得 是不是我太多心了 做母亲的 涉及到孩子的事 总会加倍谨慎 你这样做 我能理解 况且海伯 虽没有留在宅子里 你也给了他 安身立命的地方 我去作坊看过 门房好几个人 也不用他做多少事的 他应该是感激你的 嗯 大哥 其实我对海伯 心情还是挺复杂的 那时候我们主仆 和阶下球 没什么两样 大哥你也知道 雪中送炭的少 落井下石的小人 历来是不缺的 海伯那时候 对我们看得紧 可还是很有人情味 也给了我们不少的关照 若是换另外一个人 不知道会是 什么样的情景 这一点 我一直记在心里 可他 总归是那家的人 处处都对那家忠心 大哥 我有时候小心眼起来 觉得他是老玉的看守 心里怪不舒服的 你呀 既然不舒服 你还照应他 小韩 你一直说我心善 其实 你才是心地最好的人 肯记得别人的好 也肯原谅别人的不好 大哥 咱们这是在互相吹捧吗 过去的事 都过去了 海伯若是肯留在这 我就留他在这养老 小婉和二妮都和他亲近 我还想着 以后让他们认个干亲 两个孩子多个人照顾 海伯也能有个寄托 都听你的 若是需要我做什么 就告诉我 嗯 水优寒点点头 哦 我刚才进来时碰见小刀 他好像不太高兴见到我 啊 水优寒一惊 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 大哥 小刀和你说什么了 今天倒没说什么 可前两天他拉住我 要和我比试 什么 那他 没伤到你吧 水优寒又把欧阳 上上下下 仔细打量了一番 生怕他哪里受到了伤 小刀没有伤我 大哥 小刀他年纪小 做事有些孩子气 而且 他要在那样的环境下长大 没人会和他讲理 有事情都要靠武力解决 他的形势 难免有些像江湖人 大哥 你有机会多开导他 别和他较真好不好 这话 你早就嘱咐过我了 我没有忘 他是你的弟弟 我还能和他计较 只是 你做姐姐的出嫁 他高兴还来不及 怎那样不高兴 西刀的事情 水优寒都和欧阳说过 不过将西刀打算取他的事情 忽略了过去 西刀对于他的感情 水优寒一直认为 并不是纯粹的男女之情 应该是一个少年 在冷酷 血腥的环境中 对于温暖的渴望 第一次见到一个亲切 美好的女性 就起了爱慕之心 再加上他的百岁爷爷 对他的影响 他的第一个念头 就是要水优寒做他的女人 他跟我回来 刚有个像样的家 我就要出嫁 这些担心和失落 很正常呀 我已经让大家注意 这段时间 不要因为准备嫁妆的事情 冷落了他 没想到 他还是会不高兴 大哥 我弟弟对你不满意哦 你可要加倍努力了 还有 我弟弟可是武功高强 以后你若是敢欺负我 可以有你受的 小韩 你再转移话题 你是不是有些事情 忘了和我说呀 欧阳手指轻轻敲着桌子 笑着看着水优寒 啊 怎么会呢 水优寒装傻 心里想 这些日子 欧阳好像越来越狡猾了 你不想知道 他拉我比试时 和我说了什么吗 小的他说了什么 他说 谁赢 谁就娶你 你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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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听 你来